我想講 我知道 我剛剛講錯了 那個朱學和人跟佩君的事情 其實我去年知道 因為佩君那個時候 跟我談個事情 我不知道 對 曉君不知道 因為佩君幾乎沒跟任何人講 那因為我們同學很熟 而且那時候常常有一些工作機會 那時候他其實他的思想 跟情緒是很複雜的 因為他想要講 但是他把他講出來之後 會造成了他家人 或很多的人甚至是不便 因為他以前做的是記者 他常常知道 很多事情完之後 外面的風向等等的一些言論 都會對家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他那時候有生氣 有不滿 有徬徨 但是他最後選擇就是 他覺得這個環境 他還是忍下來 可能會對他的家人 對他的朋友比較好 不希望造成他們的困擾 但是為什麼佩君到後來 會真的受不了爆出來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近民進黨鬧得非常嚴重 在很多政論節目上 都會討論到類似的議題 而佩君就跟朱學文剛好同台 然後在上面 台凱而談 關於民進黨性騷擾的事情 他覺得他沒有按照 他們本來的承諾上面 說你要遠離我 然後你還繼續談 性騷擾的事情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接受 對 所以佩君還真的覺得受不了 在這個時候把這事情講出來 所以我再講 很多被性騷擾的女性 老實說 我們所知道的 應該都是萬中之一而已 一定還有更多更多的事情 是我們不知道 或者是很多女性不願意去講的 所以我來講 台灣的文化 我現在全世界一切都是如此 可是如何能夠提供一個 申訴 而且是有用的管道 給這些受害女性 能夠真的讓她們發生出來 然後杜絕一些 不管是男是女 那些惡意的性騷擾 我覺得才是解決性騷擾 根本的方法 是啊 所以你看 你看佩君她講了之後 然後如果我提前知道的話 我也會鼓勵她講 但是又都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我覺得第一件是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第二個事情說 那她的擔心跟顧慮有沒有道理 確實有其道理 你看我超倒楣的 這件事情與我完全無關 可是結果後來我被騷擾說 你是不是有被助詢問騷擾 這還算比較好的 更難聽的是說 你沒有被騷擾是不是因為你張凱職 很多人都說 這個很惡意 這也是這種騷擾 你應該要檢討 你自己為什麼沒有被騷擾 然後今天已經有一個網友 他私訊 他本來說什麼 你被豬哥看不上眼 等等的 他已經跟我道歉了 那我請他公開道歉之後 我會把他的公開道歉PO出來 因為我覺得 你不要去利用中佩君的事件 然後實際上面 你說你要聲援他 然後性別平權 可是你同時對其他的女性 進行羞辱跟霸凌 沒錯 最主要告別就是 檢討被害者這風向 很奇怪 對 我講出來 我已經很難過 我被碰到 我不願意碰到的事情 而我現在有勇氣站出來 把這件講出來 就會有很奇怪的風向 很奇怪的言論 來講到 好像我是別有心機 好像我是跟著某個目的 我才出來講這個事情的 這種事情 這種結果發酵久了 那就讓很多被害者 不敢講話 所以如果有網友會覺得說 比如說藍君的好朋友 有些我也有看到人在質疑說 為什麼佩君要現在講 為什麼不能顧權大局等等的 我也希望大家 不要有這樣的言論跟想法 沒錯 佩君他是當事人 他想要什麼時候講 就什麼時候講 他什麼時候不想講 他有他的權利 那就不講 你也不要去講說 博弈去年就知道了 那凱翔可能之前也知道了 那為什麼不講 或是為什麼不跟徐曉星講 他們必須要尊重 當事人的意願 誰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只有佩君他自己可以決定 是要博弈知道 凱翔知道 我知道 還是公開給社會大眾 什麼時間點 是最好的時間點 只有當事人自己可以決定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幫他決定 我們也不應該幫他決定 所以我也希望呼籲 所有的好朋友 不要去檢討中佩君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講 這是沒有意義 也沒有道理的說法 沒錯 他就是 剛剛博弈有講 看到這個時候 在檢討民進黨的時候 朱學恒他在講的 好像正氣凜然 正氣凜然 然後還跟他在同一個節目 他覺得他忍不下去了 對啊 那他有他的選擇 他什麼時候講 我覺得都可以啊 沒錯 對啊 為什麼要選擇時間呢 對他而言所有的時間 他只要覺得他想 他都有權力說出來 沒錯 而且老實說 只要真的性騷擾 任何一個人的事情 是成真的 而且是確定是事實的 我要講 那就是錯誤的 不管他什麼時候講 都不能夠掩蓋 這件錯誤的事情 再來重點 我們是要性騷擾的事情 不要再出現 講出來的時候 給予那些性騷擾的人 加害者一些制裁 我覺得 才是我們應該要有輿論的方向 讓很多受害的女性 能夠勇敢的站出來 講出他該講的話 而不是一直累積到 很多人就看心理醫生了 很多人覺得 他覺得他受到了很髒的東西 他覺得他自己也錯 我覺得都是錯誤的觀念 都是因為很多錯誤的輿論 跟錯誤的風向 才會造成很多 應該被矯正的東西 到現在還沒有被矯正 再來最大的問題 包括陳其邁 今天不是也發生一個新聞 就是他以前一個同事 一個女生同事 那個時候在高雄 可能是幫陳其邁 做一些複選的動作 晚上被別人性騷擾了 結果陳其邁 那時候還很正氣 臉來跟他說 你就好好的休息 有任何問題 我們都會支持你 就好像沒多久 就請同仁請他離職 就要離開現場 那心態是什麼 不知道 對啊 完全不曉得 講得非常好 但是做的跟講的 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 這個對於當事人的打擊 當然很大 然後到現在 那女生終於願意 把這事情講出來了 網路上一堆人在罷了 從女孩子來說 好像就是因為我被人家怎麼樣了 然後你覺得說這個事情 如果我繼續在你辦公室工作 未來報出來或許會影響到你 所以你想要把我切割 你想要把我扔掉 這是惡度傷害 惡度受到拋棄的感覺 沒錯 但是他就做了 到現在陳其邁也出來道歉 他也出來道歉 可是問題是 網路上 我不曉得是有些人有意 還是無意的 還是一些側意 故意去做某些事情 他會說 你這女生好像講的東西 又跟陳其邁無關 是不是你之前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之前不早講 又是這些風向出來的 對啊 他要不要早講關你屁事 對啊 這很奇怪 他就是被性騷擾 而且他覺得很難過到 他覺得他另外一邊的乳房 是否是應該去切掉 因為他覺得很骯髒 這種事情 深深的打擾 困擾了他非常多年 現在終於有勇氣講出來了 可能是他心情的緩解 也許是他能夠找到 解脫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大家都在這個時候講 就是很有道理 是因為 就是當大家都在講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覺得不大 才會被重視 對 才會被重視 而且你比較 你的經歷比較容易被大家同理 然後比較容易產生共鳴 然後如果你就一個人講話 說不定所有人都檢查你一個 那你覺得你心理負擔壓力很大 然後你就反而更不願意講 不想講 當所有人都有同樣經歷的時候 你比較願意敞開心胸講出來 其實這對我們社會是件好事 他當然是對社會的一個破壞 可是這個破壞是因為他本來就存在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建設性的破壞 就是必須要把這些傷痕露出來 才有機會去彌補這個社會 過去對這些女性造成的傷害 你如果你永遠這些傷口都在 但你只是用一塊布把它遮起來的話 那他只會逐漸的爛掉而已 你要把它打開然後好好的擦藥 他才有可能變成逐漸米瓶變成是一個疤痕 那那個疤痕他抱歉他永遠會存在 他不會消掉 可是這個疤痕如果未來可以讓更多的女性 他不要再受傷 再流血 那我覺得對我們社會未來 為我們下一代對我們的孩子來說 是一件健康的好事 沒錯 而且大家想一想 如果那個陳其邁那個女生 不是現在這個時候講 是之前講 你覺得陳其邁會出來道歉嗎 不會啊 而且說不定沒有人相信他 然後他更想不開了 沒錯 這時候為什麼會有很多人在這個時候出來講 不是因為他要跟風 是因為這個時候講 才會有人重視跟認真的聽他在講什麼東西 以往的時候我相信 那個女生如果早講的話 這新聞早就沒有了啦 早就被側翼翼幹光光了 這是最大的問題嘛 所以說任何的女性受到傷害 之前不敢講 但是現在這時候我覺得勇敢的講出來 然後讓很多加害的人知道 不是沒有事喔 不是五年時間前就沒有事了 你曾經做過這事情 你都要為你所做過的事情 付出最大的代價 因為這才是應該要有正義 這才是基本能夠還給 被受害者的一些基本的公道 跟他一個相對的說明 而且老實說 他們這麼多年來 每一個人都有陰影在 這個陰影老實說 不會因為他今天報了就沒有事了 是啊 但是問題是至少 也許能夠讓他覺得好過一點 或者是至少能夠讓加害者 得到相對應的譴責 教訓譴責 我覺得他們是一點點的慰藉罷了 或許他未來 他不敢再做這件事情 沒錯 照料 囑 說